王天恩有趣的地方 他相對是年輕一點 但有趣的地方他在香港演藝學院讀 雖然我已經離開了 其他老師甚至是我的學生教的 但可能我們表演的體系 理念和訓練的過程 有一個延續的 所以跟他講我要的東西很容易講的 而他很快就可以知道的 很快上手做這件事 對我來說這個戲是需要主動去找東西的 就不只是跟著所謂本子去做的 他也是很好的一個人才 所以大家也是排得很開心的 最大的挑戰就是其中一段戲的角色跟我距離很遠 那段戲是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中間的中國 這段特別的時代的中國人 那種思維模式跟我們現代人的思維模式 他怎麼處事呢 是完全不同的 那Mo Sir跟我排的時候他也有說 天恩 這個是跟你真的非常之遠的 我找你做的時候已經是冒險的了 那但是不介意我們這次就嘗試去發掘吧 那在中間我們做了很多不同的exercise 我自己又找了很多不同的reference 看很多電影 當時六七十年代的中國 還在內地 他們會怎樣對人的呢 當權力插在他們手的時候 他們會怎樣拿盡其他人的利益呢 那這件事 去到現在我們已經找到很多了 但是一開始的時候 哇我真的很困擾 但是現在慢慢一步步去衝破它